周庄主已经迫不及待了 只要拿下卫影 他就能得到绝寒帝尊留下的秘密 而此刻外界不知多少人 在为了绝寒帝尊的秘密 奔波发狂 甚至狱外月魂狱的强大势力 都盯上了卫影 此刻周庄主侥幸寻得卫影 可不敢浪费太多时间 必须尽快地拿下他 不然若是被其他人知道 就算他得到了绝寒帝尊的秘密 恐怕也没有机会去探寻 就要被人所杀 此时此刻 绝寒帝尊的秘密 已经变成了一个恐怖无比的漩涡 所有人都想在这漩涡中夺取机缘 同时全身而退 如果晚一点便是万劫不复 魂飞魄散 听到周庄主的话 刀把脸补油的脸色微变 而其他几位补天境强者 则是兴奋起来 能够在周庄主面前露脸 只要自己展现得越卖力 到时获得的好处就能越多 更别说若是周庄主 得到绝寒帝尊的秘密 必然能够一飞冲天 到时候他们跟随周庄主 也能获得不少好处 而在此刻 一群补天境强者走上前来 一个个笑容争宁 目光贪婪 浑身狂暴的气息流转 补天境的力量席卷而出 简直震动苍穹 该死 看到这一幕 遮天魔地不由的目露寒光 他可以抵挡刀疤脸一人 但是这么多的补天境强者联手 他绝对难以抵挡 而此刻 君墨也是面色凝重 不过他的目光 却迟疑地看向叶臣 叶臣此刻还在发呆 似乎对补天境强者的到来 丝毫不在意 可是叶臣明显不是这样的人 在君墨心中 叶臣身份极其可怕 没准有无数底牌 也许叶臣可以创造奇迹 此时此刻 包括卫影 遮天魔地在内 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地 看着补天境强者的到来 不过他们心中都在期待 期待叶臣能够创造奇迹 因为叶臣本就是创造奇迹之人 能够在必死之境 创造一片生机 他们都亲眼见证过 几个老蚁 现在还想挣扎吗 此刻刀把脸凝笑连连地 看着遮天魔地几人 他此刻心中极其愤怒 如果不是遮天魔地的实力 出乎他的预料 他一定可以拿下遮天魔地 可是战斗之中僵持之下 竟然让周庄主感到不耐烦 他想要讨好周庄主 结果却换来一个不佳的印象 这简直就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啊 让他感到无比的耻辱 你们现在束手就擒 没准周庄主大发慈悲 会给你们一个痛快 此刻 另一名补天境三层天的强者 也是阴阳怪气地说道 邪笑地看着卫影玲珑的身段 要战便战 废话什么 哪怕情势危机 遮天魔地也没有丝毫的畏惧 冷然看着对方一众强者 狂暴的魔气席卷苍穹 气势爆发 威严霸气到了极点 找死 既然你求死 那我就送你上路 一群补天境强者文言 勃然大怒 陡然出手 狂暴的气息 瞬间震破苍穹 席卷诸天 灰红的灵气爆杀而出 一道道神通 蕴含着无可阻挡的可怕伟力 仿佛要碾碎环宇一般 震杀而下 陆仙 烈云斩 看到这一幕 遮天魔地目光凝重到了极点 陡然怒喝一声 陆仙剑在手 狂暴一剑斩撮 这一剑蕴含了剑之元气 再加上陆仙剑作为小援兵 爆发而出的威能 简直是毁天灭地 让一众补天镜强者都脸色微变 只是就算这一剑 堪称遮天魔地的最强一击 但面对一众补天镜强者的狂暴神通 也是难以阻挡 片刻之后便轰然破碎 遮天魔地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顿时苍白下来 气息十分萎靡 与此同时 君墨也是怒吼连连 面对补天镜强者的神通 他有种绝望和无力笼罩 但依旧拼尽全力抵抗 血沙 逆乱苍穹 无尽血光 在天穹之上涌现 下一刻 血光翻转 竟然让天穹都跟着颠倒 无尽血光 斜着天穹直接镇压而下 仿佛要让大帝都倾覆 神通不错 不过力量太弱 此刻 周庄主在后方看到这一幕 眼中闪过一抹激发 双方在战斗 他倒是悠哉悠哉的观战 显然认定 遮天魔地等人 根本无法抵挡 必死无疑 同时 周庄主看着 遮天魔地手中的陆仙剑 也是目光闪动 他一眼便看出来 这是一柄小援兵 毕竟陆仙剑之上 环绕着浩荡可怕的大元气 这是元的力量 哪怕是在狱外 元兵也是稀释珍宝 他根本没有资格得到 现在却有如此珍贵的武器 送到他的面前 简直就是赏天的赏赐 君墨无尽血光 逆乱苍穹 与补天镜强者的浩荡神通 碰撞在一处 狂暴的冲击席卷而出 下一刻 无尽血光却陡然破碎 君墨猛地倒退一步 浑身震颤 显然也受到了严重的反噬 这一幕 和周庄主所说的一模一样 此刻众人眼中 都不由地浮现一抹绝望 他们根本挡不住 这些补天镜强者的联手 今日恐怕必要死在这里 魏颖看着这一幕眼中无尽 森寒闪动 还有着些许的犹豫 他现在的伤势太重 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他有信心 可以杀死眼前的所有人 包括周庄主 只是到时候 魏颖也必将陨落 此时此刻 魏颖不禁目光留恋地 看向夜尘 而遮天魔地与君墨 也带着心中的疑惑 看向夜尘 魏颖是想和夜尘 做最后的离别 他已经准备好用 生命守护夜尘 而遮天魔地和君墨 则是不解 为什么夜尘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动作 这不像夜尘呢 你们将希望寄托在 这个小子身上 一个天神镜三层天的蝼蚁 看他的样 恐怕早就吓傻了 此刻 刀疤脸不禁大笑起来 嘲讽众人 而其他补天镜强者 听到这话 也是哄堂大笑 补天镜强者的神通 轰然而至 根本没有丝毫停滞 君墨与遮天魔地 挡在最前面 用尽手段 爆发出全身力量 但还是被碾压而出 浑身骨骼 都仿佛碎裂一般 狂暴的神通 根本没有丝毫停留 下一刻便直接爆杀 向夜尘于魏颖 此时此刻 魏颖眼中闪过一抹决绝 夜尘 在 魏颖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夜尘 冷然看向一众 补天镜强者 夜尘的眼中 爆发出了刺目光芒 仿佛漫天星辰炸裂时 那一抹最璀璨的光滑 炫目缤纷 气势无敌 一道圣光在此刻 突然从夜尘等人的后方席卷而出 这狂暴的圣光 顷刻间将夜尘等人笼罩 补天镜强者们的神通 轰击在圣光之上 就仿佛 皮肤汗术 瞬间破碎 一众补天镜强者在此刻 脸色大变 同时口吐鲜血 他们的神通泯灭 甚至自身都遭到了反噬 一时面色变得骇然起来 这是什么 刀疤脸此刻不敢置信地叫道 他没想到夜尘等人 在必死之境的时候 竟然还会发生转机 这浩荡的圣光 周庄主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刚刚的云淡风轻 圣券在握 早已消失无踪 失态地看着这狂暴无匹的圣光 圣光光辉万丈 仿佛要笼罩朱天 同时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伪力 正气凛然 仿佛一尊无伤圣人在此地闭关 你们几个退下吧 这几人我看上了 就在此刻 一道淡漠的声音在夜尘等人身后响起 而在夜尘等人身后的墙壁之上 一道由盛光汇聚的朦胧身影 缓缓浮现 这身影气势如虹 浩瀚深邃 根本无法贪知 仿佛一尊无上存在 已出现 便让周庄主等人脸色大变 眼中充满了惊骇 很显然 这座黄沙之下的古城中 竟然有一尊强悍到极点的存在 在闭关 他们的战斗惊动了这存在 也让这尊存在盯上了魏影等人 盯上了绝寒帝尊的秘密 有这样的无上存在出手 周庄主等人的目光 一时绝望下来 对方想要得到魏影 他们不敢有任何反驳 因为对方想要抹杀他们 恐怕只需要一根指头 就能将他们全部碾碎 只是此时此刻 刀疤脸早就被叶臣等人激怒 此刻见到无上存在出现 竟然忍不住开口问道 前辈 不知您是何人 为何要保护他们 这些人是我们先看上的 你在质疑我 一声怒吼陡然响起 狂暴无匹的盛光席卷而出 在天穷之上 汇聚出一道顶天立地的无上身影 这身影朦胧 却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伪力 简直是震慑诸天 凌驾还宇的无上存在 身影一出 刀疤脸顿时吓得手脚乱颤 更是惊恐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捕天镜三层天的强者 被吓成了这样 传出去简直是让人笑掉打压 而此刻 周庄主等人也被吓了一跳 这无上存在动怒 他们都要身影 此刻不由地一个个杀意爆发 死死地盯着刀疤脸 如果不是有无上存在震慑 他们竟真想 现在就动手 直接将刀疤脸给杀了 这家伙简直是想害得他们 全部死在这里 与此同时 遮天摩地和魏影等人 被笼罩在盛光之中 也是面露惊讶之色 他们显然也没想到 这里竟然会有一尊无上存在 在闭关